是2022年燕京啤酒 中國足球協會盃 第二輪的一場較量 比賽的對決雙方是南京城市和上海海港 保利尼奧這個角球開出來 第一點先被解圍 應該是梅西這一下頂到了 進去之外來一腳 看看烏磊 這次先橫槍直接推射 被招了宇文君 再次傳到後點 這球 門前 球進了 保利尼奧 門前輕鬆的推射入網 後點埋伏的人還是多一點 這個球選擇了一個 小的第二下再傳出來 來看一看 梅西 再找隊友 外圍 這次袁俊麟完成一次鋪就 有錯我要向他來更正一下 看看先看這次 外圍 海港的角球 看看來到進去 打門 這次 球進了 第46分鐘 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個情況應該還是 王生超打中後位打的 正中間這個位置也打過 這球直接打門 球進了 這個真是沒有什麼難度 這個球 形象的 一條直線的這個跑位 肯定沒越位的 這球直接 打門就直接球進了 好的看看巴爾加斯 點到右邊稍微冷空 王一偉 傳中 一點先被解圍 還有機會 巴爾加斯 再傳 這次 後點 這球進了 李文君 文錢把球 電進了球門 看看這次 古磊 古磊為著有機會 馮進在中間 打門 這次進了 比賽進行到第63分鐘 上海海港繼續擴大比分優勢 這個球主要是 這個球主要是 給烏雷這一下給的非常好 右路有點空 看看這次 直接選擇打門 眼距離 往右路翻 看看啊 跳到進去 打門 這球還是 還有戰術的 看看還有沒有機會 看到進去 打門打高 李文君 奔到了右邊 游主任 有機會敲到進去 先露一下 這次 外圍 鄧玉彪打門 這一次 看看這次 外圍直接打門 打高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主賽辦 高鵬也是吹響了全場比賽 還要是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就吃 你